为何几乎无人光顾的烟酒店从来不倒闭,老板说了大实话 大家好,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很多这样的烟酒店一般都是经营了几十年 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一则是自己的店铺,不用交房租 还有一种就是即使交房租也是因为几十年了 房东一般都不会乱涨价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平时自己人脉 不管是什么宴席,很多人都信任他 二,还有就是,大家都知道烟和酒都是成本低,盈利高的商品 尽管如此,但不是所有的店都可以出售自己想要的品牌 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的 很多烟酒店的主要客户都是属于团购 这样即使无人光顾,但是却从不倒闭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因为每个烟酒店都有自己的经营牌照 最好是一张能拿高额度,很多不了解 其实烟酒行之间的老板都是认识的 因为每次拿的烟都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家销量好的话,是可以从其他店低价够的 从中赚取差价,其实看似无人光顾的店面 但是始终如一的一年又一年经营下去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很多时候有固定的消费群体 大家长时间的接触都知道喜好 所以根本不会花时间在店里逗留 这就造成了店里顾客不多或者无人光顾的现象 经过这么一说,虽然是我的一些观点吧 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评论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吧